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翻译一篇很长的英文文章 登在Asia Times 里面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印度 文章的名称是 Why Modi's shifting India away from US to China? 说到为什么印度总理最近会决定走向中国呢? 文章提到印度和中国最近在第16届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里面 同意一起在印度、中国、喜马拉雅山边境西部地区的长期对峙里面撤军 也标志着2020年6月15日的一场冲突中 造成中印士兵丧生后两国关系终于有机会冰释了 今天和大家讲讲 这篇文章首先提到印度总理穆迪其实上台后 一直都希望加强和美国的联系 想要成为美国南亚的盟友 以响应奥巴马前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 印度和美国前前后后签订了很多次基础协定 都是以压制中国为目的 中国也以加大边界地区的压力作为回应 双方首脑曾经尝试过几次想减低敌对关系也未能成功 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习主席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进行官方访问时 也做了后续声明 他警告说到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 结果只能粉身碎骨 这句话是被解释为对印度和美国当时的合作回应 去到2020年10月26日印度和美国签署了第四份基础协议 叫BECA进一步巩固两国联盟 对华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莫迪当时很相信他和特朗普的密切关系 可以确保印度优先得到美国的市场和技术 甚至在莫迪访问美国期间 他站台帮特朗普连任叫口号 当时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很好 我们都会听到有很多媒体说到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就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回想起来我当时都很担心 如果去到印度中国怎么办 但文章继续说这种转移到最后没有实质发生 因为美国在印度的投资依然很少 去到2019年莫迪在第二个任期中 任命了一个持亲美立场的外交部长 希望他可以帮助到 吸引美国的投资和技术 同时也希望令印度的商品 可以优先卖到美国市场 就像中国当年1990年代的情况一样 但美国在印度经济的角色更多 只是想搞搞调预、贸易法规、投资的框架 并未真的帮到印度的出口和经济 至于如何促进投资环境的责任 落到印度自己身上 美国的投资者普遍都认为 印度这方面的吸引力存在不足 这个时间反而是福特、通用汽车等大的美国企业 纷纷退出印度市场 之后印度希望透过组装苹果的Apple电话 可以成为一项成功的事业 但这个愿景仍遭受重大挫折 因为印度的装配质素未如理想 这些iPhone有高达50%的拒收率 另外印度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肠钢菌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看到网上的影片说印度的美食 也会有网上流传一个好笑的梗 就是说印度的美食你自己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请你的朋友吃 所以当地大肠钢菌的污染非常严重 如果和中国工人相比 其实印度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所以印度以为可以和美国合作 获得的经济利益从来都没有如期实现得到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方面印度也有损失惨重 因为印度曾经希望把南亚和印度洋 视为影响范围的半径 但成为了美国的盟友之后 这件事没有发生到 印度更加像美国在当地的附庸 结果得不偿失 而且尽管印度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也好 美国也被怀疑多次在印度的鄰国 去煽动反印情绪 也暗中帮助推翻斯里兰卡 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的亲印度政权 也这样令印度意识到整件事 美国都会找他笨的 基辛格曾经说一句很著名的名言 他说成为美国的敌人可能是危险的 但如果成为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 印度在他的经验里完全印证了这句话 美国也继续在国际事件里 对印度施加政治压力 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停过 没有因为他们的同盟停止 另外印度虽然经常说要对 中国的商品施加贸易限制 但它和中国的贸易始终在增长 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增加 主要是因为印度从中国进口量增加了 所以这个动态显示到 印度当要达到经济增长时 其实它很需要中国 而中国对印度并没有同样的依赖 最终经历了四年的外交政策实验之后 莫迪政府认识到 和中国的合作对印度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 俄乌之战之后 西方加大了对印度的施压 要求他不要和俄罗斯这么朋友 美国当时警告印度 如果再买俄罗斯石油 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也坚持要印度放弃和俄罗斯的关系 尽管印度承受压力也好 依然是继续买俄罗斯石油 目前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买家 俄罗斯占了印度36%的军火进口 美国多次施压 叫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军火和石油 这个要求是和印度国家利益相抵触 所以印度最后决定不听话 莫迪终于认识到几件事 第一是和中国的关系 对印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是美国根本不能提供得到 像上世纪九十年代 向中国提供相同的一种贸易优势 第三是和美国联盟建立任何协议 对于向中国施加压力来说 其实没什么效 第四是美国的保护主义 其实最终只不过想工业和制造业 带回美国 不是想亿印度的商品进入 不会像美国当年对中国那样 最后文章提到 莫迪想要成为美国坚定的盟友 和合作伙伴的政策 为到印度的利益服务 这个想法也被证明了是根本错误 和中国持续地保持一个边界紧张的局势 是转移了印度国家的优先事项 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源 莫迪也最终了解到基辛格的一句说话 和美国做Friend到底有多自明 莫迪政府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十年里 也标志着印度国际关系史中最糟糕的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印度付出巨大的代价 作出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实验 但最终是失败的 在第三个任期中 印度政府终于明白到 向中国转变的话 可能会扭转过往的一些劣势 文章也分享到这里了 我记得我做节目也提过很多 和东升西降有关的内容 有时也会有些观众留言跟我说 Larry 你还不出来认错? 你看看美国股市多高 中国股市多低 香港股市倒下了 还不出来认死狗 有什么东升西降?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隔夜之间出现的 你会看到国际之间 其实慢慢出现了这样的合作 因为美国的霸权 美国的霸权 很多国家都心感不满 但也不能即时发烂 但通过最新金砖国家的协议 你会看到 现在有很多新的合作 尝试不将美国放在合作圈子里面 大家自己围来玩一个新的游戏 这个转变会变得非常慢 所以大家应该保持耐性去看 我只是觉得对于中国 对于亚洲国家的信心是很明智的做法 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 始终占了世界绝大多数的比例 今集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加深对地缘政治的认知 我们下次谈 因为负资产的数字最近金管局公布出来 这个数字挺可怕的 是40,700宗 是比上一季多了30% 也有持续恶化的迹象 因为2023年3月 负资产中数是6,000多宗 这年半之间上升了6倍多 也有专家说 这个数字并未真正反映到负资产真实的中数